大家好,歡迎來到第三集的 Ableton Live Tutorial 我是 Zemo 今天我會教大家用一個很基本的 Subtractive Synth 什麼是 Subtractive Synth呢? 例如 Ableton Live Build-in Analog 就是 Subtractive Synth的其中一個例子 其實 Subtractive 的意思是 一開始會有一個 Oscillator 的部分 然後當它發生了一些 Wave Form 就會有一個 Filter 這個 Filter 會減少一個 開頭 Oscillator 發生的 Wave Form 的某些 Frequency 因為它是減少的 所以就是 Subtractive Synth 然後最後會有一個 Amplifier 的部分 是將電腦製造出來的 Wave Form 擴大 讓我們可以聽得到 所以這個 Analog 主要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Oscillator 第二個部分就是 Filter 第三個部分就是 Amplifier 現在這個 Default 是 經過兩個 Oscillator 然後經過一個 Filter 然後經過一個 Amplifier 我們先說一下 Oscillator 究竟有什麼聲音可以玩 其實它有不同的 Wave Form 就是你選擇的 Wave Form 就是在這裏選擇 在形狀上 按一按進去 我們會發現四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 Saturn Wave 第二個就是 Sword Wave 第三個就是 Square Wave 然後這個就是 White Noise 然後我們聽一下這個 Wave Form 究竟是 什麼聲音 這個就是很基本的 Sine Wave 接著我們聽Saw Wave 然後Square Wave 接著就是 White Noise 對, White Noise 就是沒有 Pitch 我們先回到Saw Wave 我們聽完這些之後 我們就要想一個聲音 我就想到可能會做一個 類似String的聲音 我們首先會用到Saw Wave 好後為第一個 我們只要例如說它 我們可以示範單 指貨號 一音濃度 高8度的話 或者低8度 接著你選擇 然後去哪裏 就是tone 然後 ответ 選擇半音階 就是半音階的意思 然後到D-Tune D-Tune就是再小於半音階的單位 所以聽出來的 聽出來會有很仔細的分別 D-Tune 接著去到Filter 先把Filter調成0 否則會被下面的設定影響 L-P14 L-P14 其實Filter並不正確實 L-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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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2 L-P3 L-P24 L-P3 這就是Band Pass 接著我們會去到 Notch Notch是甚麼呢? Notch是EQ 其實這就是 Notch Filter 不過它是 Built-in 進去所以不會有這個圖片 你會看到中間的一節是會模糊的 接著我們去到 High Pass High Pass 意思是 HIGH FREQUENCY PASS 然後剪掉所有 Low Quick Frequency 接著到 Formant Formant是一個比較有顏色的 Filter 聽起來是有點像人聲的動作 解釋完整個 Filter 之後 我們去到 Amplified 部分 Amplified 部分 最主要是 Attack, Decade, Sustain, Release 這個俗稱是 ADSR 其實是甚麼呢? Attack 是 就是當你在鍵盤上按了按鈕 多久會去到最高的音量 我們現在把 Attack 弄長一點 當然知道我們在說甚麼 如果短一點 它的聲音會馬上出現 porque ように 接著呢 現在 到來 而已 university retain 的意思就是 但呢 硬 Trevor 中段位置 按實的時候 互相大スト hago 假定它來到尾巴 最後就維持在沒有聲音的位置 要決定音量由最高跌至最低就是 Decay 介紹完 ADS R R就是Release Release 意思是 當鍵盤按下去 然後放手 之後音量會延長多久 這個就是ADS R的設定 現在要調整個Strength的聲音 怎樣做呢 首先用Saw Wave 然後再用Oscillator 把其中一邊Detone 調整一下 我們會知道 其實Strength不太彈跳 所以我們在Amplifier的部分 把Sustain 拉高 我們也會知道 其實Strength是一個比較慢的 而是音量會延長的樂器 所以我們先把Attack 調整更長 然後Release 調整更長 其實有點像Strength 但你可能不覺得 然後可以再和諧一點點 我們之後可以去這個位置 在UNI 即是UNI 的地方 再調整更多Detone 然後再調整更多 我們就完成了一個 由Analog做出來的 比較像Strength的聲音 今課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下一課就會教一下 Analog的比較延遲的技術 例如 其他設定是怎樣調整 LFO是怎樣 以及這裡的設定